又發生了疑似集體食物中毒的意外了 說到是台中清水著一家七口 其實當時是跑到台中大雅區一家早餐店 來吃宵夜 吃完宵夜之後 大人小孩都陸續出現了上吐下瀉的情況 七個人通通送到醫院來急救 而台中市實安處獲報之後 是立刻派人員前往店家集查 29號下午兩點多 41歲的五姓女子躺在單架上 被救護車送到急診室 因為她上吐下瀉 疑似感染性腸胃炎 而他們全家人都出現類似的症狀 一個小時內陸續被送到醫院 29號凌晨兩點多 台中清水著一家七口 到台中大雅區一家傳統早餐店吃宵夜 他們點了鐵板麵 小籠包 煎餃等中式餐點 還點了奶茶豆漿來配 但一個小時後 這家人回到家 卻陸陸續續出現嘔吐腹瀉 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狀 七口中年紀最小的七歲女童 出現腹痛噁心的症狀 其中十六歲的理性男子 甚至還出現了嚴重上吐下瀉的狀況 住院觀察 一時分析 這家人疑似都是感染性腸胃炎 實際來到他們當日用餐的店家 就位在台中市大雅區的民生路一端上 熱騰騰的蒸籠 還在蒸小籠包 晚餐時段也陸陸續續 有民眾前往 店員非常忙碌 二十九號下午四點 台中市食安處結果醫院通報 當時店家還沒有營業 因此食安處派員在晚間營業時間 到現場稽查抽驗 表示後續如果調查結果 失業者餐食造成食物中毒 將依食安法開罰六萬 到兩億元罰款 並且移送司法偵辦 記者高一 劉堅穎 江志南 SNG小組 台中報導